ok 开始导演 招导 take two ok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one person club 然后呢这是我们的第一期节目 现在自我介绍一下我是michelle 然后今天这边是我的同事 这是同事 半个老师 李大师 哈喽大家好我是李大师 对看镜头李大师 然后这是我们的特邀嘉宾曾家达教授 然后大家欢迎大家去关注曾老师的小龙书账号 叫曾家达聊心理 好心书的掌声 ok 那么我们第一期节目要聊什么呢 就是其实我们在讨论选题的时候是 就是最近曾老师一直在讲的一个点啊 就是那个how is other people 中文的话就是他人即地狱 曾老师最近经常说这个东西啊 所以就让我想起了就是萨特的这个一个戏剧 叫做禁闭 然后英文就叫no exit 这个戏剧的话 关于很多是关于像一些比如说像自我啊 然后他人眼中的自我啊 我们如何处理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啊 然后今天刚开始录的时候 曾老师就问了一句就说 为什么我会选这样一个主题 对吧 这个戏剧的话就是我想讨论这个的话 就是说首先一个 呃我们就是从这个戏剧中看到的 比如说属于自己身上的一些疑惑的一些点呢 就像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去关注他人如何看待自我 然后呢呃为什么萨特说的地狱是三个人 就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点 这样我现在首先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戏剧它本身 然后给不太熟悉的小伙伴们一个大概的overview 这个戏剧是这样的啊 就是说有三个灵魂呃他们死后进入了一个房间 然后这个房间里面就是这没有其他的东西只有三个灵魂 然后还有一个一直不会灭的灯 嗯 这三个灵魂分别是一个男的叫Garson的灵魂 然后还有两个女性的灵魂 一个叫Innes 一个是Estella 然后嗯 这个戏剧开场呢就是三个人坐在这个屋子里面 他们想讨论说我们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审判 为什么我们就是遭到这样同等的待遇 因为就是在宗教里面他们会认为说 你只有犯了就是同样的level的sin 你会被放在同样一个就是有个死后的一个treatment 会是同其别的 他们就开始说就OK 呃我们应该去review ourself 呃他们在review的过程中呢是这样的 Garson他是一个呃他是一个呃军人 就是在战争中他其实就是被他的朋友被他的同事所嘲笑说他是一个coward 就是他是一个懦弱的人 因为在战争开始之前他逃离了战争 然后说去到另外一个国家呃外界的评价对于他来说是说这个人是一个懦弱的人 但他自己对自己的说辞是说我是一个反战主义者 我希望去到另外一个国家 我希望去发表一些反战的言论 呃至于另外两个人的话一个是Innes Innes是一个女同性恋 然后这个Innes呢 她去seduce这个这个表弟的妻子 然后呢让把自己对于男性的这种恨意去就是强加到她的身上 最后一个人呢是Estella 而Estella是一个非常呃非常注重就是说她自己在男人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presentation的一个人 就是她的所有的value自我价值都来源于异性对她的呃追求或者对她的认可 所以说在这部戏里面这三个人其实就是非常呃互相对立然后但是呃又互相希望从对方身上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这样一个状态 就比如说这个呃呃 他这个这个逃兵啊他觉得说外界对自己呃评价是说我很懦弱 嗯嗯那我就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就是说同意认同说我是一个不懦弱的人 嗯嗯嗯然后Innes的话她是非常有强烈的想要把自己的想法去pose到别人身上的这样一个人 嗯嗯就是说比如说她在戏剧中的话她就会跟呃 呃Estella说这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嗯嗯嗯嗯嗯然后呢呃Estella她就希望获得男性的赞美嗯嗯嗯所以说就是这里面有个dynamics 就是说一个人他想从这个人身上获得一些东西但是他需要遭受第三方的一个审视和呃或者说就是第三方对他的一个批判 所以这个就是呃萨特所说的他人及地狱的这样一个故事 因为在play的最后他们是说这个他们在一个房间里面嘛然后他们就说我真的受不了这样的那个呃呃呃呃呃呃我觉得我宁愿上暴身向过海我也不想再呃呃这个房间里 然后所以这个门倒是就打开了但是到最后呢他们还是他们走出去之后最后还是回到了房间 他们就觉得说就这样下去了就这大概就是这样一个play的过程就是整个play的过程都是他们在不断地坦述自己以前的 经历那么听完这个play之后两位有什么高见吗不能说是高见我因为我之前没有细致的去看我这个戏剧或者画剧 但我听完你这个呃呃概述之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人及地狱这里面的他人是谁 老公先说还没想说 老公先说还没想说 那你知道这个这个啊为什么我一直说那个自我也好他人也好 这个概念呢呃呃呃我们要是认真处理的话 然后整个我们对于这个剧棚 或是这个剧的理解呢 会有产生很多不同可能的解读 如于你是1% Club 我就不怕就是说一些 可能比较太抽象的东西 没事这个内容我们就是 只给1%的人听 小于1%可以听 对小于1%可以听 那很简单就是 他人并不是真的他人 他人是你想象出来的他人 他人对你怎么样你是不知道的 你是假设别人是这样的对你 哪怕就是人家直接跟你说了什么话 就是说你的头很大 所以说你长得很好看 然后这些都是人家说的话 你对这些话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比如说人家说你头长得太大了 你会说他是夸我聪明吗 还是因为我长得不好看 就是我身形不成比例的 就是那些别人对你做了所有事 都经过你这个解读 才对你产生影响 比如说你在心理治疗里面 经常用的例子 比如说你在上班的时候 看到领导就走过 没有跟你打交互 那你这个是 你怎么去理解这个行为呢 就很多种可能的理解 对吧 因为领导是专注我 有个人的空间 所以不跟他打交互也行 可能他是在想一些事情 没有关注周围的环境 那是那种解读 另外有人说他怎么不喜欢我了 对我有意见 在这个这个机构 这个单位里面 我的发展的程度可能就影响了 就是这个他人其实 首先他人对你做的任何事 是尽管你这些解读 才能影响到你的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随时你认为 你应该关注的他人 就是在你的生命里面 有些人对你是无关重要的 有些人你认为是对你很重要 然后我就又回答看看那个领导 就对你重要吗 不一定 就看你对工作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比如说 明天就打算要要转业来 转到另外一个单位 或是另外一个产业里面去了 那个领导对你的态度是怎么样 是不重要 比如说那 那个工作是一码石的 比如说要不就是家里的 那怎么说呢 要是父母的话 然后当然 你们可能也听我说一个出家的概念 所以没有出家的时候 父母的确实对你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你已经把这些东西看破了 最后父母的比较 所以也不一定是最重要的 所以里面 首先是谁是他人 哪些他人是影响你的 然后呢 有些他人呢 非常有趣 就是说我们在大部分的 生活时间里面的他人 其实我们都没有知道他们是谁 比如说你早上出门的时候 哎呀 我要打扮 就是出去 你跟今天 这个坐公交车也好 在大会开会也好 上课也好 住在上餐里面逛也好 看见你的人很多 但是你是在你的想象里面 就原本有一种他人 他会 要是我这样穿的 化不好看 或是我这样化妆的 化不好看 但是你想象的那个人 其实具体是哪一个 你自己说不出来 所以呢 那个只是个抽象的他人 那个就是我们对他人的看法 自我呢 就更难讨论了 因为谁是你呢 就是我们从英语里面就经常说 自我成长啊 自我探索啊 自我认识啊 我们一般 大家就是也有 融与我的公开言论的时候 你经常也听到 跟说自我自我 但是这个自我 是说给99%的人听的 就现在在你的万分身上 我就跟你们说 其实没有自我 对 萨特他个人就是觉得说 你是你 人是人行为的总和 对 甚至这个也不一定 因为 因为你的行为本身没有客观的 的意义 因为你说的 好像我刚才说你说的话 别人听在 以你 而懂你是什么 什么意思 那就完全是你控制不了的 你做出的行为 你的动机可能是 我这样做是表达对你好 还是对方 可能认为你是在伤害他 在西方基督教的经典里面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有人说就是 你要是拿一颗珍珠 你抛给一头猪 那猪不知道那个珍珠是猪 他以为你用鞋头打他 他就可能要来撞你了 那所以里面你的 当然我对很多人就这样说 99%的人 我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我说你的行为 你的决定 就是界定你是个怎么样的 那个是一般来说 大家都能了解的 但真正意义的自我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首先我就 不要太抽象 更从大家比较能明白的 一个层次开始讲吧 就比如说 Michelle 你认为你是个怎么样的人 其实 就很简单 你在跟不同的人互动的时候 这些不同的人会带出你性格不同的部分 比如说有人认为 哇 Michelle是个很松的人 但是也有人认为 Michelle是个 哇 我见过最善良 最 generous 的人 也可能是同一个人 就是由于你跟这些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你在工作了 环境里面是一种的 但是你在另外的场合里面 所以我对于那些什么用学型也好 星座也好 什么来 就是 心理 心理超市也好 来说 肯定你是什么类型性格的 我一般都不接受 我认为 这个太简单了 因为没有固定统一的人性 人格在不同的人际关系 跟社会条件里面 就是统一的表达出来 所以呢 虽然没有这个所谓 稳定固定的自我的现象 那自我是什么意思呢 自我们也是一个 我们的思想建构出来的 所以是不是其实我们说 比如说我是谁 就是像比如说老总 你问我说我是谁 然后我给你描述一个人 这其实是我脑海中他人 眼中的我理想的自己 对 因为你这样 比如说西方 当然大家就是上社会议论课 都有说 关于你的所谓社会身份认同 就是哦 你是你是华人 还是中国人 还是你说这是非洲裔的 还是你自我界定为黑人 或是亚裔的 这些不同不知的话 我是什么年龄的 我是男的女的 同性恋的 异性恋的 这些都是在西方里面 用来界定人身份的 一些标签 但是这些 实际这些标签没有固定的意义 然后呢 中间有很多这种分类的 是可以转换的 这就是转换性 所以我们更重要的就是 哪怕你是同一个人 你都这样子说 就是没人问你 你都说啊 我是什么人 但是呢 这个 就同一句话 比如说 我举例子 有人问我 老师你是什么人 要是我在山东省的时候 我就跟人家说 哎 我在山东省出生 但是我组织是山东的 那那个是真的 那个客观是真实的 然后大家知道 但你说那个真实 其实也有一个社会建议 因为为什么我说组织是山东 我是按照父系我组织是山东 按照母系的话 可能就组织是山东 其实 说白我其实不知道 这母系是经过 是什么不同的时代 怎么迁移 到我母亲那一代 就是 就父系的话 我比较多了解一点 当然也是受一个父权社会的文化影响 所以这方面的信息 我更容易吸收 所以无论我说 关于我的是什么话 这都是一个社会建议的结果 比如说人家 你现在加拿大住了很长时间了 你认为这是加拿大人 按照加拿大整个国家组成的理念 那我就是不见不够的加拿大人 但是呢 有些不接受这种想法的人 比如说我 跑到中国去 搜紧 那边中国人认为 不管你跑到哪里 你主是山东 你就肯定是中国人 你纠缠的人 然后当然 又目前的我 就是会说 你是山东人 但是要是我是2000年前 我的祖先 山东的祖先 他们就不是中国人了 他们就是五个人 七个人了 所以我们这个圣证 我们要知道它有一个浮动性 或是我们叫有一个因应性 就是contingent 就是说all identities are contingent 然后这样子的话 终于有固定的自我 那既然没有固定的自我 那个自我跟那个他人 怎么产生一种怎么样的关系 那个也是变动的 然后呢 当然在一个剧里面 就看的时候 我的感觉跟一般人看是不一样 比如说有人说呢 比如说有人说呢 在里面我们执重在那个 就看 被看的 那个就是the gaze been gazed at 或是呢 就是looking 或是been looked at 那里面呢 到我们知道看这个 这个gaze 里面呢 它其实可以带有很多种的 含义 在那个剧里面也有 比如说那个Garsen 对于那个Sail 就曾经有一段 他的那种gaze 带有情欲成分的 然后那种gaze 就跟我带那种判断成分的 来看的话 就不同意 然后呢 那种看跟被看的人 把他讲得很简单 就说要不就有一个主体 来看一个课题 但是呢 时时就 就我也看过一个 对这个剧的一些分析 所以是从那个Melo Ponte 这法医的现场学的学者 他的一个 其实学者是说的比较 还要把他贬低了 他应该算是法国对对 就是现场学的大师 那他都写了一个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那在他 他这个系统里面的看跟被看 并不是能完全对立的事 然后呢 其实 给看的人就是 就是就是在现实生活里面 其实基本上就是我在看你 你在看我 然后大家就假设有另外的人怎么看 所以呢 那个第三者的现象呢 就在那个剧里面表达出来 但是呢 永远都有第三者 以外的第三者 这个剧的观众就是第三者 写那个剧评的人 那就是第三者 那个沙特斯这个剧本的时候 没有想象啊 这个剧出来的话 那些那些 就是 剧评的人 会怎么看 或是他的好朋友 认识他人会怎么看 所以呢 这个都是我们有 做经验的人 都经验过 在你写的时候 你想不美 会想象一下 谁来看我 未来的读者是谁了 或是我未来的观众是谁 好像我们现在这个1% Club 我们在聊得非常投入 还是有第三者 对不对 但是你发现 我们到第三者停下来了 第三者是以外的 第三者还是第三者 但是其实你都在 第四者 但是你这样下去的话 就大概处理不了 所以呢 他人 所以里面呢 我们说他人 这个地域的 那个说法呢 其实地域是 布斯坦 是你自己先构成 但是你说 诶哪老是那个智商矛盾啊 你是不是说没有自我啊 那那个呢 就是 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那个自我的构成 非常重要 因为自我来说完全没有 没有不对 但是自我的表现就是 大有社会意义的自我 它是活动 但是有一些部分的自我 它是 它那个是 一个统一的个体 和举例 那很重要 很简单 所以在这个剧里面 其实也有处理 那个是跟现象学的哲学有关 那个是什么概念 就是embody 就是体在的概念 就是体在的概念 就是所有东西 你怎么去讨论也好 身体只有一个 嗯 眼睛就是这一双眼睛 就是 所以呢 你就是 床在那个身体 比如说 刚才你开始的时候 有三个灵魂 我当时就马上没有反应 就是 我说 Michelle真厉害啊 就因为 因为你把它们 塑成了灵魂的话 就非常重要了 就是灵魂 是什么意思了 就是在 起码在西方的结局里面 灵魂是有可以想象为 独立于身体以外的一个实体 但是 你为什么跟线上结学有关 在线上的结局里面 没有结局 所有 关于人全有的线上 都是embody 都是有身体的 那没有身体体在的人 是不存在的 但是呢 那里面当然 我们就说 那要看你说的是谁 比如说 我们现在说 沙特已经去世了 所以呢 那个原来 就是存在的 沙特这个人 这个人格 的那个身体 已经不存在了 那现在你就说 那沙特作为一个人物 存在吗 然后我们说 他存在啊 存在在哪里 你就说 有人说 存在在我们的语言符号里面 存在在我们的讨论 论述里面 但是呢 要是没有embody being 是没有有身体的人 这个怎么存在呢 要是说 他不住在你的笔记本里面 就是 这数字层次存在 但是这个呢 也必须有embody being 就是有身体存在的 这个个体 来去结束他 把他们的实体去存在 他才存在出来 他才存在出来 所以呢 那个embody being 就是一个 必具的条件 要不然他存在也没意思 所以呢 当然呢 我们这种说法呢 是一个非常 重大的偏见 这个偏见是什么呢 就是以人类的 就是 就是主体 embody subjectivity 就是人类的 embody subjectivity 为中心的来想象 但我觉得这倒也没有错啊 因为embody 它本来就是一个社会学概念 它社会本来就是 每个人 就是有人才 才有这个社会 像embody 的话像比如说我们 这种说的 我们对他的 habitus 他也是embody 对对对 就是他这种embody 他一定是有个实体存在 对 不过刚刚老曾说的 有一点就是有几点 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 一个是关于 其实有点touch on freedom 这个概念 就是他会 国外出名 哈哈哈 就是说我们是没有办法 就是说 没有办法 interfere他人 是怎样看我自己 就比如说李大师怎么看我 这个是你的自由 对吧 我怎么看老曾 这是我的自由 对 那么我们就每天 在跟别人的交流中 我们都在这种 无法左右他者的想法 和自己眼中完美的他者的想法 在斗争 对对对 就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斗争的过程 这样一个冲突 我觉得就是萨克祥表现的那种 就是他所谓的地狱和 永远无法从这个房间里出来 对 就是那种自由的感觉 你刚刚说到自由 就是让我感觉 我们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是自由的 但是当我们与他人接触的时候 别人的那种感觉 就会让你感觉是自己是不自由的 就是你从一个主体 变成了他人眼中的一个课题 就是你这种感觉 就是我们自己变成他人眼中的自己 那他人那种明示 是否让你失去了自由 对 你多大程度上受这个东西限制 就很有意思 对 而且还有一点 刚老曾说的有点点 还有意思就是说 你去找他人的承认你是说要有 就是说你在意重要的人 他如何看你 这其实我想到 是一个 是一个 someone who has not surender to his freedom 就是说他没有 他没有去顺应着 Garson 他的这个想法 就是说Garson 他在故事里面有讲说他和他的妻子 其实是他不停的吃饮了他的妻子 嗯 然后嗯 他想要的是那种女人对他的崇拜 但是他的妻子一直都很崇拜他 但是他不想要的是那种 呃 就是他对顺从的崇拜 但innis作为一个 嗯 对 嗯 嗯 他其实最想得到的是别人认为他不是一个coward 嗯 就这个剧里面最重要是他想要证明的是自己不是一个coward 虽然说其实别人说他是coward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证明是不是真实的 他是否是coward 对 但他就想否定别人他无法左右的这种别人的想法 嗯 但是他想获得的在在这个禁闭的这个房间里面 他最想获得的是innis的承认 因为innis是一个女同性恋 嗯 那他对于garson的话是非常的反抗的这样的态度 就觉得就是men are trash 然后就觉得说他如果能够获得innis的承认的话 就成功了 对对就是他要那种成就感 而estella想要的是这个男人的关注 所以他会觉得说我要这个男人的关注的话 我就会就是体现出就是说我崇拜他 这样以此来获得他的关注 但其实他们两个就在互演 就是estella跟garson他们两个就是互演 就是说我给你你想要的 然后你给我我想要的 然后我们其实都欺骗了对方 但是我们从中拿到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学校 对 但是这其中就有另外一个第三者就是innis innis就一直在gaze他们两个 首先是对estella的话 就是他会觉得说我要把我自己艳男的想法 是impose到他身上 我会觉得说你作为一个女人 你就不应该怎么这么对男人 然后呢他又会把自己对于garson的想法impose 他会觉得说他虽然从话语中 其实已经sense到说garson 其实就是想让别人说他自己不是coward 他里面有个对白就是他问estella 就garson问estella说 do you think i'm a coward 然后estella就说不我觉得你一点都不懦弱 然后后来他又说其实你懦不懦弱 对于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就这一点他从这句话上我觉得他就已经sense到说 这个女人其实根本就不care 然后这个女人太naive了太shadow了 就是他其实只是想从自己身上获得那种男人的对她的爱 但是他对于innisinnis他其实已经感受到说garson 这个所谓的cowardness的这种title 对于garson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但是他还是很强烈的就是反对说我觉得就是coward 所以里面你就插现我们 当然你是剧里面的结构 所以我会说我看的时候我是从一个搞性体治疗的人的角度去看 所以我就很自动的很自然的就会想到 然后要是这样的一种想法怎么是可以化解 然后里面你就知道了就是首先我们要是对于某一个关于别人对质的标签 或者是陈述太过重视的话 然后你当然就不自由了 当然说到你是否一个coward有多重要的就对有些来说很重要 对有些来说并不重要 然后有些对生命的或是自我价值的那个那个衡量的指标 我跟那个是我是否那个勇敢有勇气的人 还是我是一个弱肉的人 有先用这个结构 你是个军人的话可能那个伤害比较重要 但是呢也有些人从军的 我都从军就是我必须要做的事而已 我是一个勇敢的军人 我这个弱肉的人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我们就活着回来 然后就继续过了生活 也有这种军人啊 所以呢 其实说到底是他这个选择啊 这个东西对他是重要的 但是我从心里知道的角度 我就会问 今天是哪里来的 什么时候形成的 我就会想到他原生家的意思 我就肯定他把这个方向上去了 然后呢 可能他现在在往后成人之后的生活 然后不断你要去 从别人身上去证明自己 无论这种 其实就代表就是一种比气不足了 的状态嘛 所以呢 别人怎么情况之下 能够成为你的地域呢 是你必须要让对方有 对你让他们有这种能力 把这个 其实也是一种 用英语来说是这种 就是你把这个 就是这 让你出去 让你出去 就是我们这样的 然后要是你 你真的是上限制的人 把那个自由 就是在这个里面体现出来 所以我刚才说 你说的自由 那个真好 因为最后呢 你是 因为我们用中文的 结构里面呢 这个比较难翻译 就是因为在同英语呢 我们就说有 freedom from 就是它叫freedom to 然后呢 还有freedom off 就是你这些 完全不同意义的自由 那 要是我们 就首先 第一个层次就是 就是free from 就是你从那些 就是限制你的 压抑你的 或是这样你感觉不好的东西 你先解放出来 因为是freedom from 然后呢 你就可以进入一种 就你有去做某些事情的自由 然后呢 但是呢 我叫freedom to 很多学生是代表一种可能性 嗯 when you free to 你有自由可以去做那些事的话 有没有选择 对 并不代表你 这一定会这样做 对 你可以选择做 所以选择 最后呢 freedom is about choice 就是选择 那选择的可能性越多 哪里就 你的那个 的自由越大 但那个就 就进入社会学的领域 就回到那个 Max Weaver说的那个 life chances 就是你有多少选择的空间 你有多少生活的机会 所以呢 你看这些人在他们 就是 纯述他们的 的医生里面 其实他们就做出了很多的选择 然后呢 基本上 里面有两个要关注的 就第一 the choices that they actually made 就是他真正已经选择了 就那些故事 就出来 但是那些故事 没有告诉我们的 the choices that they did not make 就是你他们放弃了 就是什么机会 有什么可以 就是可以成就的 可以去追寻的东西 他们没有 那所以呢 当我们去想象 一个人的生活的可能的话 其实能够这样去想象 其实他本身就是一种 让我们可以活得更自由的一种条件 但是很多人就认为 我面前就能选择了 就很多时候呢 you allow other people to frame your choices 就别人跟你说 你有什么选择 但是呢 要是你掏出那个框架的话 就是另外一种的 就是海阔天空 但是大部分人 不会这样 而且都是一种回应师的 就是我问你啊 我是否有一个cover 然后你怎么回答 然后呢 我就按照你 就是呢 你发现这些对话 里面 为什么是恐怖的 其实并不是因为那个屋 没有出路 因为那个屋没有出路 其实一开始 就一开始 那已经跟他们说了 就是 外面就这样了 那但是呢 关键的是 我们是从哪里没有出路的 就是我们一直给别人的说话 别人建设出来的话语系统 不断把我们限制在那种 就是我们的想象空间 我们的生活可能性 就算让别人的说话 别人的话语把我们越来越框在一个 就空间越来越小的地方 到了你真的感觉我就没有空间 那 要是呢 你发现 你能够从这些话语系统里面 这些结构里面突破出来 甚至自由 所以呢 基本上那个就 那个是非常 就是佛家的那种说法 转念你之间 注意转念你之间 你能转念之间 就出来 当然呢 就是我们在西方看到很多那些就是很 亚裔的 就是很多的文学高手 诀学高手 都给我们传递 从希腊的悲剧结构里面 就是里面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这些人都受某一种他们 已经内化了的结构 就是来主打他的生活 这里从Odyssey那个故事开始就是这样的 那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从里面出来 就是要通过就是要 就是中国的佛教的一种观点 叫看破的东西 嗯 嗯 但是呢 你怎么去 所以看了 就是看 被看 都是没有看破的 嗯 看破了 就灌一整个 所以呢 所以呢 那个破是重要的 嗯 嗯 这是另外一个鬼度的 聪明的人 嗯 好 ok 开始 ok 刚才你的讨论就是让我想到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顺着这个自由的这个话题去讨论的话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追求绝对的自由 找到绝对的自我的意义在哪里 其实我我个人我没有说完全有时候找到自我 就是这并不是我的一个终极目标 嗯 其实我我之前在里面上分享过很多次我的终极目标 我现在已经有三个名字了在这里 嗯 李大师 非常有的终极目标 考你一下你的技能 当然 啊 嗯 支持 对 和选择 对 就是有尽可能多的支持和尽可能多的选择 对 这是我的终极目标 嗯 不过你刚刚说自我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你是怎么 说回我这一点就是我为什么会提问这个问题 嗯 我发现如果把这个问题问出来给别人 然后别人如果不是像你这样回答 他顺着我这个思路去说 然后呢我自我的意义在哪呢 他就会陷入到那个刚才你说的那种语境当中 然后我就会想跟这个人讲 我说你要得到哪些答案你自己才会试的 嗯 通过他给我的这个答案我能看出来他最在意的是什么 然后我把这个答案问给我自己 我是这么回答的 我说我认为整个过程非常重要 我很在意不同的人产生链接的这个过程 嗯 即使这里面有很多痛苦 但是我会从这些痛苦当中反思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经历过后 我就明白了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调整 会更好 嗯 所以这让我突然间意识到 就是曾老师说的那个转念之间 那个自我解放的那个瞬间 就是我并没有再去限制自己 在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 别人带给我的评价是什么 就不会再自证了 以前总是别人说 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或者你做这件事情为了什么 我会去回答你的问题 但是现在我会去想 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然后我为什么要在意这个问题 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从通过去思考这个问题 带给你的影响 你更能明白你真正追寻的是什么 所以我现在再去回想说 找到绝对的自我的意义在哪里 其实我不会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意义本身是有意义的 但是但是追寻这个意义的过程 反而是一种自由的体现 嗯 我我里面有意义 有几个 就你们这样说的话 就代表另外一个更深的层次了 就刚才你们说到这个 就是最终极的追寻嘛 就是知识也好 选择也好 或者就是通过跟其他样的间谍关系来呈现出种种的可能性 那里面呢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 从知识的层次来讨论这个问题 从现实的生活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这个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实识 因为应该说可能是所有人 啊 但是也讨论 我们没有把那时候太急了 那绝大多数人 其实没有别人是少不下去 那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现实 那当然呢 有大家可能听说有一个叫 Horror 他写了那个叫Warden 他这个人呢就是跑到美国 都一个人就是 一个野外的地方是生活的 对 但是 他没有一辈子住在哪里了 他出生的时候还是父母照顾 后来也回到 就是社群里面生活 就是一到十天走出去 那个是可以想象的 甚至可以是很好的 但是一辈子不需要别人 那个不打口 因为我们现在都发现 由于他人的存在 是你生存的条件 没有他人你根本生存不下去 所以你必须要处理 你跟所谓他人的关系 然后这个他人可以是一个抽象的 比如说火火到网上去网购 点外卖 可能没有一个真正的那个人 需要是将来可能收外卖的 不需要是快递的小伙伴 可能是几钱 所以呢 但无论如何这个所谓 他人是怎么样的 你是需要 能不能收到 你是需要他你才能生存 所以我们要是说到太过理想化的 你别人都可以不管了 你转念今天你的自由了 那个从理论上这个能收 但是我看了这什么生活的话 我就发现了 实时我们是在做一种什么事呢 就是要是我比较能够独立于 比如说你们两位 然后实时呢 就在我们的互动里面 就出现了一个谁需要 谁更多的问题了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现实的 就是比如说我没有你们两位 我活得很好 然后我就可以说 我就不管他们那种看待我了 对吗 但是要反过来 你们以为 要是老郑对我有意见 就不喜欢我的话 会直接影响吧 我有些需要不能得到满足 要是对 要是你在这种状态 你要不要完全排除 就是老郑对我的影响 就相对没有能力 反过来也一样 要是比如说 你们两位现在做这件事 可能就是我 就叫帮助吃饭 进去来源的话 那我就不能够那么笑傻地说 哎呀我能不能管他 你不想啊 对吗 但是呢 那个 那个其实里面就非常重要 这个他人 就是你什么程度上 你还有他人 那里面那个是理论的问题 但现实是什么问题 我就回到了我的 就是 就是比较那个实物的 的立场去看 就是 你跟索尔的家伙里面 其实都一样 那个不是要 家伙大家 跟人相处 不老实物的意思 但是呢 你可能你听懂了就好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 你不能让自己 倚靠别人 或是让别人知道 你必须要倚靠他才能生存 你可以倚靠他 不能让别人知道 这是重点 不能让别人知道 对对对 对对对 所以是 因为你知道 因为你知道在很多 对有人际关系里面 其实他就是个博弈理论 这个可以引用 就是 要是对方认为他需要你 比你需要他更多 的话 你就在这个关系里面 有更大的可能 得到 自能满足 达成自己的目标 的可能性 就提高了 那这种想法 你带着的 我还会知道 真的是太功利了吧 那 我必须要在这上面 再加一场 要是你能够 达到这种 就是大部分的 社交人际 就是 预警里面 然后 我们就看你的 价值观了 你就更有能力 去做一些 对别人好的事 那所以呢 要是你 你大人经警戒的话 其实我 就是 就是 佛经里面 也有这种说法嘛 就是 人大无求 品质高 那你的品到 高的位置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更有条件 可以真的去做一些 对别人好的事 那当然 你可以选择不这样做 那 但是呢 我这个就 经验之谈 你选择 你有能力的时候 可以对别人好 你选择了这样做的话 其实 你自己的 获益是更大的 嗯 所以呢 里面就是 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那 那当然呢 我这种里面 就大有很多很多 我自己个人的价值取向 但是呢 其实 前说一大堆 好像是 就 啊 很 很 理想的那种说法 嗯 其实 我希望大家能理解 其实是非常实际的 你 你经过这种非常理想化 想象 我 他的关系 嗯 那个弄清楚之后 你自由了 自由了之后 你在大部分跟人的相处里面 其实你就在一种 相对比较自由的状态 由于你在一种 比较自由的状态 你是占有优势的 那你整体 可以去对别人好的 蒙力 力量 就提升了 嗯 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 但是在我整个建设 这个这些疫情系统里面 其实那个是一个 主线式的 我们的思维 嗯 我们只是把它呢 变成一个更简化的 具体的操作的 嗯 但刚才提到的 就是Michelle 你提到一个问题 我觉得在里面上 是非常之谈好 就是究竟有没有绝对的自由 绝对的自由 对啊 嗯 因为任何东西到了绝对的时候呢 其实都是有点危险的 对 但是呢 你所说的绝对的自由 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我就没有 我没 我没有绝对的自由 这所谓绝对的自由 就是说你自由的范围无限大吗 对 因为因为 因为所有你可以选择的 的选项在你人生里面 都有 都有限制 都有限制的 对啊 所以没有绝对 就是完全的 只有什么限制 没有 那个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所以呢 我们只是说 那些限制你的东西 跟你想象要达成的事情 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当然了 在人类社会里面 我们都发现这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我们无论叫他都 理想 野心 叛恋 可能都是同一件事 对 就是我不 我不接受我现在的限制 我要突破 超越现在的限制 我去想象一些 过去认为不可能 不现实的事 就是两千年前的认为 我们飞到月球 是不可能的事 真的只能想象那个 长河 蜜月的那种神话过去 那现在你真正能去 然后就 就变成另外一件事 所以呢 我们对于 那个绝对 自由一种想象 我们知道 绝对就跟完美一样 可以是个目标 但是 是永远不能达成的 但是没问题 只是我朝这个目标 去就是了 所以呢 我知道没有绝对的自由 但是我要是去虚拟的想象 一个绝对自由的理念 然后我往那个方向去 那那个呢 对我来说呢 就是我不断扩展 我们生活世界的空间 那那个对我来说呢 我个人会认同这样的一个态度 当然有些因为 还是安分 守己 然后呢 知足常乐 有限制采取是这样的态度的 哪一有些就成了 嗯 我个人觉得 当你说绝对的自由这个概念的时候 就是我在想 就是说你所谓绝对的自由 因为它是自由 它也是一个relative的概念 就是相对的 就是说 呃有限制有 coercion 你才会有自由这种概念 就是说你 你有自由的概念是因为 有一些东西是做不了的 然后那你在你的脑袋范围内 现在都是你的自由 呃 但是如果说是绝对的自由的话 就是你想去拥有所有的自由 那你就 那你就一定会挤压别人的自由 你就一定会coerce别人 那么你coerce别人的这个情况下的话 别人的自由被限制之后 其实说明你的自由也相对应的被限制了 因为就是你限制别人的时候 呃可能就是说也同样限制了你跟别人这一方面的一些接触的路摊手 我是这么想的 我我对于你这个想法只有一点 我是有点疑问的 就是因为我们的自由不能把它想象成为一个就是零和游戏 因为你的自由扩张并不一定代表别人的自由受到影响 或者说就减低的不一定的 因为有很多自由呢是同时扩开 扩大家的可能性 所以呢 当然呢 要是比如说就有限资源有限可能的里面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今天晚上那个电影院里面就有一千个位置 那你有自由去看电影 但那我们有一千人经常买的票 实行他们自由之后 第一千零一人到电影院他就买不到票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刚才那个说法是成立的 但是也有很多事呢 并不是我做了我实现了我的自由自我后 就一定要影响到别人的自由不可 我觉得不一定是所有东西都这样 就有些东西是零和游戏 我举个例子 这个就是我一直都为什么要提出那种就是开放关系 那要是你用一种就是产权意识来处理关系的时候 就是我喜欢你 然后呢 你就是变成属于我 你去喜欢别人的话 那就成为我对我的伤害 所以呢 你去实行你的自由的时候 就好像对我的利益有影响 但是呢 客观来说 你去建立其他关系就没有影响我的自由了 我要感觉到受伤害是我 活该我 我喜欢你 你就不能喜欢别人了 所以呢 你去喜欢别人的时候 我就受伤害 这个 这个之所以可能是由于我内化了一种 把你当成一个是拥有的对象的那种想法 那个才能发生 所以呢 要是我们大家都认为 你自由去选择 你可以在你的生活里面享受了更多 就是很良好的关系 然后你在一些关系里面得到满足 然后自我提升成长 其实大家都可以这样做的话 许许我的自由跟你的自由 是个同时增长 那个是 甚至在经济学里面也一样 要是我们把我们共有的资产 想到哦 就这一块钱 然后我们就在里面种地 然后呢 你你站的地方多了 我站的地方就小了 那这样子呢 你的自由变成了对我自由的影响 但是要是我我跟你合作说 啊你来种地 地都给你了 我给你做做营销 把你的农产卖到其他地方去 那这样子呢 其实我们大家的那个空间 大家永远的资源都增加了 所以呢现在我们就很简单 就是现场媒体应该不会出 现场媒体就不是一个联合游戏 比如说我们在任何一个平台上面 就有很多账号 然后呢 并不是说哦 你的账号找了 我的人就 我的人就给你吸引过去了 然后呢 你的你都影响到我了 因为那个故事的灵合游戏 就是可能大家都可以一起增长的 所以呢 里面我们要去想像 在什么情况之下 我的自由会影响到别人的自由 使用 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那个我们叫 西路上 就是灵合的场景里面 那个是会产生 但是我们要人去问 什么场景是灵合的 什么场景不是灵合的 那那个呢 是非常重要 所以呢 其实我们知道 然后在那个地区讨论下去 到大陆区里面 又变成这个 经济结石的讨论 就是 就回到那个 就是 经济里面的 就产生出来的 就是资源财富的扩张 跟什么的人责有关 怎么样去 对于 营运 是最有利益的 对大众 那个就变成另外一个 现实的讨论 但是 概念上是个区分 只有两种 情景 有一种情景呢 是你多了我就少了 另外一种情景呢 就是你多了并不代表我小了 我们可以大家同时增加 或是我们可以同时减少 那个就回到 No Exit 那个故事 那个故事 就是大家互相给对方 就是放出一种 restrictive frame 就是一直限制对方的 那种选择的讨论性 最后就 就没有空间 对 就是我 我困在这里跟你们一块了 你应该死了 对 对不起 你一定死了 关于就是说那种 无限的自由分来说的那个 就是我 我脑海里想的是 一个比较 稍微有点奇怪 就感觉网络有点不同 但是我还是要说出来 就是 就如果大家能 对这种想法有共鸣的话 觉得挺好 就是 比如说啊 就一个人 他的能力是有限的 我可以 比如说 我可以影响十个人 也可以 就我的能力 最大能力影响十个人 我现在有点要选择 比如说走进一个 有十个人的房间 和走进一个有五十个人的房间 那么在十个人的房间里面 我影响所有人的这个自由 是发挥到最大限度的 而在五十个人的房间里面 我影响到所有人的这个自由 没有得到发挥 那所以就是说 我走进这个十个人的房间的时候 我可能在这个层面上 我的这个某一个自由 被发挥到最大的那个限度 但是我同样失去的一些自由 就是和他收下四十个人interact的机会 就是我我当时想的是这样的想法 就是说所有的这种自由 但你的前提是能力是有限的 但是有很多是能力是有限的 就是你是可以去投放的概念 你要上天吗 为什么非要去天上找那另外四十个人 就是看你在你的情境是哪一个 那我就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简单的 现实最近发生的一回事 就是我到那个加拿那个 到老龄学会的年会开会 然后那个就是那天故事你也你也去 然后就看到 那就是很简单 那那天我干嘛过去 就是我的我的同学说 你来你来做一个报告 就关于我的网课 然后里面就跟你班就说的情况一样 我就跟那个同学说 我们在多大就研究生怨 我们多大有限制 研究生怨的每一班 就人数不能超过25 然后我们全者子教授 每年挺多 有学生没有 就挺多 每年就带四门课 所以一年里面最多能够教导的 学生的总数是100 然后呢 我在多大30年 然后你知道每七年有休假一年 所以就很简单 就好 对啊就这样 所以你在30年里面 其实真正你代课的只有26年 26年当然最多能够教的学生的总数是100 所以简单来说你在30年里面 直接教过的学生就2600次上线 那个是要是你这样去思考的话 那个确实有限制的 但是简单啊要是你把它变成网络之后 哇就是20万50万200万都可以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希望尽可能吸引更多的百分之一的人 就是那个另类的方式的途径去影响别人 嗯 方式的途径很重要 对 好了我们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 我觉得今天讨论挺好的 是的 这个东西肯定还有更多可以讨论的东西 嗯 不过我觉得今天就先这样吧 然后呢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